你先把万用表打到这里 这个字 然后你去测这个 这两个摩斯管 通常的话它这个 两个角之间 两个角之间它都不会 不会捣通的 如果它短路捣通的话 它才会响的 这个可能就有问题 这个管子可能就是坏了 正常情况下它不会响 不过这些管子它都不会捣通 它响的时候表示捣通 那肯定就是管子里面短路的 这些都不会响的 这个管子肯定要坏的 会响的 那这个肯定就有问题了 其实正常情况下的话 这个管子 哪两个角之间它都不会响 正常情况下哪两个角之间它都不会响 它它这个哪比如这两个角它会响的 并不是因为它这个管子通的 而是它这个它这个东西啊 它连接到外部的东西 外部的东西可能是通的 虽然这个管子不通 但是它这个线这么走出来 跟其他东西先连的 它其他东西可能就是通的 就是这样 但是通常情况下 这两个角之间 这两个两个角之间 它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响的 通常情况下它是不会响的 谢谢观看